庶妍的幸福宅女生活 第一章 穿越之史 唐朝盛世 繁花似锦 主角唐岩是一名普通的现代白领 因一次意外穿越 竟然来到了大唐的钟永侯府 成为了庶女唐家小姐 他惊讶地发现 这里的生活与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唐岩原以为作为庶女必定要忍受欺凌和冷落 但钟永侯府的侯爷和夫人对他异常疼爱 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侯爷周鸿是一位名身显赫的将军 英俊潇洒 夫人唐雪则是一位出身名门的才女 既温柔又聪明 言儿 快来这里 这是你最爱的蜜蜒 夫人唐雪的声音柔和而亲切 令唐岩感到一阵暖意 多谢母亲 唐岩心中暗想 这样的生活似乎并不是那么糟糕 第二章 幸福的日常 在侯府 唐岩享受着无为不至的关怀 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小惊喜 唐雪会教她诗词歌赋 周鸿则会教她骑马射箭 虽然她是庶女 但却在侯府中过得如同千金小姐一般的生活 唐岩在侯府内的日子过得十分悠闲 与其他小姐一起学习才艺 喝茶聊天 偶尔还会一起到后院赏花 她的庶妹唐诗虽然是嫡女 但与她的关系却意外的融洽 两人时常一起嬉闹 有一天 唐岩和唐诗一起在后院的眉树下赏眉 唐诗突然提起 姐 你知道吗 父亲最近一直在考虑为你寻个好夫婿 啊 我才不要呢 我才不想做出头鸟 只想安安纷纷过日子 唐岩有些惊讶 心中却暗自慌乱 可你这样的才貌 怎么能不嫁人呢 唐诗笑着说 等你嫁人 还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呢 唐岩撇撇嘴 心中对未来的安排并不在意 她只想安稳地做个幸福的宅女 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第三章 意外的风波 就在唐岩以为自己的生活会一直这么平静的时候 意外却悄然降临 侯府中突然出现了一位外来的贵客 一位名叫李翔的全臣之子 李翔不仅容貌出众 还才华横溢 让侯府中的众人都未知倾倒 李翔初到侯府 便对唐岩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他常常来侯府拜访 与唐岩聊天 两人之间的互动 让周围的人都开始猜测他们的关系 唐岩对李翔的到来感到十分困惑 心中有些不安 他不想成为家族争夺的棋子 只想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然而 李翔的追求却让他无法逃避 某个晚上 唐岩正在后院独自赏月 李翔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面带微笑 严小姐 这里的月色真美 不如一起赏月 李翔的声音低沉而富有魅力 唐岩心中一阵慌乱 却又无法拒绝 最后只能点了点头 两人一起坐在月下 第四章 不同寻常的关心 随着与李翔的接触增加 唐岩渐渐感受到他的心意 李翔不仅对他有着特殊的关心 还经常为他准备一些小惊喜 让唐岩的心中渐渐掀起了波澜 然而 正当他心中暗自甜蜜的时候 却意外地发现侯爷和夫人 对他的关心似乎有些不同寻常 唐岩发现 侯爷周鸿和夫人唐雪 对他的护佑与李翔的关注交织在一起 仿佛一场看不见的竞争 某天 唐岩正在房中画画 唐雪进来 笑着说 炎儿 李翔那小子最近对你可真是殷勤 爹和我都看在眼里 觉得你们俩很般配 唐岩心中一阵 微微惊讶 母亲 我对他没有那种想法 唐雪却笑得意味深长 可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李翔可是个好人 对你很用心 唐岩感到更加困惑 侯府的爱与关心似乎交织成了一张无形的网 让他无法逃脱 第五章 婚式的风波 不久后 侯府为唐岩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生辰演 李翔当然也受邀而来 在宴会上 周红和唐雪对唐岩的生日祝福表现得格外热情 周围的宾客们也纷纷围拢过来 送上祝福 李翔在宴会上表现得极为得体 对唐岩的关心让他感到窘迫 就在此时 宴会上却出现了另一个角色 唐岩的亲戚表妹刘婉 她是一位性格火辣的姑娘 平时与唐岩形同陌路 却在宴会上找上了她 唐岩 我听说你最近受到了李翔的青睐 怎么样 这可是个好机会 刘婉一脸狡黠地看着她 唐岩不知所措 心中却更加烦乱 她不想成为别人眼中的名媛 更不想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手上 就在这时 唐雪突然走了过来 面带微笑 炎儿 今天是你大日子 有什么心事就告诉我们 我们都会支持你 唐岩看着母亲关切的目光 心中的烦恼似乎稍稍缓解了 她决定向母亲坦白自己的心意 第六章 内心的挣扎 宴会结束后 唐岩独自一人走到花园中 沉思不已 她不知道自己该如何 面对即将到来的婚事 李翔的追求让她困惑不已 而家族的期待也让她被感压力 我想安稳过日子 做一个幸福的宅女 这样真的不行吗 唐岩默默地问自己 此时 李翔悄悄来到她身边 打断了她的思绪 炎小姐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唐岩愣了一下 然后回过神来 我只是想静一静 李翔一双温柔的眼睛注视着她 微笑道 我知道你或许不太习惯 但我是真心喜欢你 想和你一起分享我的生活 唐岩的心中感到一阵悸动 却又有些不知所措 她想要拒绝 但李翔的目光让她无法说出拒绝的话 第七章 抉择的时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唐岩的心中对李翔的感情逐渐变得复杂 她不再只是单纯的想逃避婚姻 而是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某天 唐岩向母亲唐雪请教 母亲 我该怎么办 李翔对我很好 但我却不知自己该怎么选择 唐雪柔和地说 炎儿 嫁人是你一生的事 无论如何要选择一个能让你幸福的人 真正的幸福 不是别人给予的 而是你心中的感受 这番话让唐岩醍醐灌顶 她决定不再逃避 而是勇敢面对自己的心意 第八章 勇敢的心 在一次与李翔的约会中 唐岩鼓起勇气 对她说 李翔 我也很感谢你对我的关心 但我希望你能理解我需要的生活方式 李翔愣住了 然后微笑着点头 我明白了 炎小姐 我会尊重你的选择 但我会一直在这里 等待你的决定 唐岩感到一阵轻松 心中的杂念逐渐消散 她不再把自己困在家族的期待中 而是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第九章 新的开始 不久后 唐岩决定把自己的兴趣发展成事业 她开始学习织布和染色 并将自己的作品在侯府内外展示 她的才华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可 甚至吸引了不少商人的目光 在这个过程中 李翔一直在她身边支持着她 为她提供帮助和鼓励 两人的关系也因此越来越亲密 然而 你真的很了不起 唐雪在看到唐岩的作品后感慨到 唐岩微微一笑 心中感到无比自豪 这才是她想要的生活 不再是庶女的束缚 而是属于她的自由和幸福 第十章 幸福的结局 最终 唐岩选择了李翔 两人在侯府的祝福下结为夫妇 她不再是那个渴望安稳生活的庶女 而是成为了一位自信而优雅的女子 手握自己的命运 唐岩和李翔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她的事业真真日上 而李翔也在她的支持下越发出色 两人在古代的幸福宅女生活中 共同书写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